现场就只有我们自己是警察 我们最主要的价值就是 我们能够帮民众去排尾检案 那时候我的那种勇气就游览而生 捷运月台上众人合力压制持刀妇人 这起捷运灰刀事件能够顺利落幕 多亏了画面中蓝衣卡其库的民众 下班回家的警察杨富宏 当时已经下班的杨富宏 在捷运上听到一旁发生争执 背负着警察的使命立刻挺身而出 我在压制的过程当中 那因为当时那一位妇人 她手上的刀 她是藏在那个口袋里面 她在压制的时候去提到她的刀 所以在膝盖的地方有被刀刺到 这位舍己救人的警察名叫杨富宏 这次果断挺身 源自于她热心的性格 过去曾经担任监视人员 经手过包括徐伟伦车祸案 以及各种刑案意外现场 每次看着家属寄予厚望的表情 杨富宏说心里都觉得酸酸的 并且竭尽所能帮家属找出破案关键 当时我会对刑事件是会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运用这些物理的原理去去侦办案件 恢复一个真相 尽管工作内容和冲锋现阵的远景大不相同 不过杨富宏还是遇上不少危险 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整个手都是水泡 起水泡很多很浮肿的一个情况 然后整个皮肤都溃烂 回忆起工作时遭到爆裂物波及的状况 杨富宏还是心有余悸 尽管这些年杨富宏经历不少危急场景 但他依然没有退缩 希望用一己之力来帮助民众 其实像这一门工作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在于 就是说他可以帮民众解决一些案件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最欣慰的地方 就是说也会有民众会写感谢信 即便现在轮掉其他单位 即便现在是下班时间 只要是警察的一天 杨富宏就会以不同的形式默默守护在民众身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